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一门课是基本电学 我们要针对一整年度的 一个计算题型 带着同学主题一题一题的 去做讨论做详解 去做分析 看考试的重点在哪里 然后这个题目该怎么去下走 该怎么去解答 那在前面我们已经排完了106年 还有107年这两年份的一个 整年度的考题 那我们今天要来针对108年的一个试题 来做讲解做说明 好那也一样的我们来看 这一年的一个命题的一个趋势 这一年呢总共计算题型有33题 包含了一个公司考试的部分 还有国英事业的部分 国英事业这一年我们又把台糖给拿起来 因为这一年有台糖的一个考试 里头基本电学也会有选择 对不起计算题型的一个题目 好那这一年份的一个考题的分布 当然还是一样了 全部33题呢 最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初题比例最大了 依旧是在这一个第三章 直流回路分析 这永远都是在考试上第一首选 你一定要非常熟练的一个地方 这个部分在这一年度就考了11题 有了11题 那这11题里面考试的重点绝大部分都落在 戴维宁跟诺顿的问题上 这当然还是在第三章里面 你一定要会的 我们常常在讲第三章里面 必考的有戴维宁啦 节点分析法啦 还有回路分析法 还有重点定理这一些 那戴维宁定理依旧是首选 你一定要非常熟练的一个章节 所以第三章直流回路分析 这总共有11题 那接下来呢 电容这里出了两题 电容出了两题 然后电感也出了两题 接下来直流站态也是题 直流站态也是一个考试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在计算题上考题 一题的分数通常在10分20分左右 所以很适合在一个直流站态这个章节上来出题 来命题 好那接下来到了交流的部分 交流的部分呢 第八章 第八章又是电路的分析 它总共出了五题 所以光电路的分析的一个问题上 包含了第三章的第 包含第三章的11题 还有第八章的交流电路 总共就出了16题 光电路的分析的问题上就出了16题 所以这电路的分析的问题 我们常在讲 电路的分析不分直流跟交流 电路分析的方法不分直流跟交流 它的方法都是一样 它的技巧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的交流电路里面 会多了电容跟电感 那电容跟电感在交流下 也当一个电阻来使用 所以你在分析上的这些技巧 我想第三章要熟练 第八章 你自然而然就会上手 毕竟这里是考试一个一大重点 光这33题的题目 总共就占了16题 几乎是50%的一个题目数了 所以在三跟八这里 你一定要非常着重在练习的一个训练上 好 接下来 那第九章就交流功率 交流功率呢 总共有四题 然后接下来第十章 协证 总共有两题 台糖就考了一题了 台糖这里就考了一题 然后接下来三项电路 有两题 所以在这边 整个一个电路 对不起 在整个一个命题的趋势上 我想还是电路着重 还是电路着重 你在电路上的一个问题 一定要能够去 好 哪里 那今年度有一个比较特别 它会考到一些比较有偏电路学的一些问题上 那我想这也是极少数了 并不是一个很大宗 你只要能够稍微去留意一下 而不要本末倒置了 你看到他也学一些 好像是电路学的一些题目 那你就赶快去跑去念电路学 毕竟你考的是基本电学 不是电路学 那电路学有时候还是会冒出来 那这是没办法了 你只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稍微去关注 小心一下 我想这应该是不是问题 以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考到电路学的问题 最常看到的应该是在第六章 自留站态 因为自留站态在电路学上 也有这个章节 这个章节叫做一阶电路分析 那初题老师在考自留站态 这个部分 常常会引用电路学的课本 出来考你 但是我想 关键是在于解题的方法 电路的一个问题上 我想不是问题了 是初题的一个方向 他可能把电路学拿出来考 但是解题的方法 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应该去把 基本电学的一个观念 把它给熟练了 然后把重点全部 重心放在基本电学上 我想这还是王道了 并不是说 他出了一些 稍微出了一些几题的一个 电路学的一些概念 那你就赶快去看电路学 我想这是不对的 你还是应该把问题 放在于基本电学上 因为这整个33题 你大致上可能只遇到 一题两题的一种 一种这样小数目的一个题目 所以不要本末导致了 好 那我们就进来 看看我们的一个考题了 我们就一步一步带着同学 来讨论 好 好 那我们就进来看我们的题目了 我们来看第三单元 直接回路分析 因为前面两个单元都没有题目了 那我们就从第三单元 直接回路分析开始讲起 我们来看第一题 他说有于120伏电压源 以及5K欧姆电阻所构成的串电电路 是求一流通此 以电路的电流为多少 二 经过以内阻为100欧姆的安培剂 测量此一电流时 请问实际量测的电流值为多少 此安培剂所产生的负载效应为多少 然后第三个 若采用另一个电阻为500欧姆的安培剂 测量此一电流时 实际量测的一个电流值 及所产生的负载效应为多少 这108年太铁原基 这题目比较偏实习的问题 这在一般基本电学上 你应该也比较少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第一题当然是欧姆定理 我们先做 来我们先做第一题 第一题呢 120伏的电压源 然后跟5K欧姆做串联 那电流多少 这应该就是欧姆定理 电压除以电阻而已 电压却除以电阻 电压是120伏 然后电阻是5K 所以你会得到24mini安培 这是实际的电路的电流 然后接下来第二小题 它说要拿一个电流表去量它 而这个电流表的内阻是 就安培剂 电流表就安培剂 安培剂 内阻100欧姆的安培剂 来我画一下电路 你现在这里有一个电路 它电压是120伏 然后一个内阻 这是5K 有个电阻5K 那你现在拿一个安培剂 要去量测 拿一个安培剂 要去量测它 量电流是用串联的 量电流是用串联的方式去量 把它画 拿安培剂 去量电流 量电流是用串联的方式 因为串联路径上 每个元件所流的电流都一样 好 那当你把它串上去之后 这个安培剂是有一个电阻的 它告诉你说 现在这个安培剂的电阻是100欧姆 这个安培剂的电阻是100欧姆 这里有一个电阻100欧姆 100欧姆 那你 它说这样子去量测的话 请问你电流会是多少 好 所以你就把安培剂 当作一颗电阻就好了 当作一颗电阻 那I 这个时候 安培剂流的 也就是现在目前的电路的电流 I 就会是 120伏的总电压 除以现在有两颗电阻 一个是5K 一个是100 那你量到的电流会是23.529 23.529 mini 安培 这是量测道的电流 这就是实际量测道的电流 然后他后面还问了一句话 他说安培剂所产生的负载相应会多少 所以负载相应 因为你的安培剂变成一颗电阻了 造成你实际量到的电流 跟原本真正的电流 原本没有这个安培剂的电流 是我们刚刚第一小题算出来的20米安培 那你现在多了一只安培剂上去之后 这里变成多一颗电阻 使得这整个电路多出100欧亩的电阻 那实际量到的是23.529 那这样的一个落差的比例是多少 就所谓的负载相应 所以负载相应 负载相应的计算呢 就等于 实际的量测值23.529 去减掉原本的电流 它的单位是明昂 我们把它写上去好了 它单位我们写一下 实际上单位没有写是无所谓的 因为全部都是mini安培 刚好可以约掉 那我们还是把它稍微写一下 这里是23.529 这是你实际量测到了 然后减掉原本原电流的电流 应该是24mA 然后去除以原电流的24mA 那以百分比来表示的话 那就得到1.963% 这是所谓的负载效应 我们在基本计算在讨论上比较少讨论到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这指标偏实习 我去量测一个电路的时候 所造成的一个误差 这样的一个变化率是多少 就是所谓的负载效应 好 然后下一题呢 它说若采用500欧姆 改用500欧姆 安培计量测 这一电流的时候 实际量测到的电流值 以及所产生的负载效应 那我们就再算一次 第三题 你量测到的电流 那就是120V的电压 除以原本的电阻是5K 而你现在这个电流表 就安培计 它的内阻是500欧姆 所以 这个时候量到的电流是 21.818mA 你应该看得出来吧 真正的电流应该是24mA 但是你现在 这颗内阻500欧姆的安培计量完之后 你的电流只剩下21.818mA 这误差又更大了 这负载效应又更大了 所以负载效应 负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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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你实际量测值 21.818mA 绝对值 然后减掉 实际的电流值 24mA 我们取其大小 然后除以24mA 再取百分比 那就可以得到 9.092% 这是它的 分化率 这是所谓的负载效应 所以一个理想的 这里我们补充一下好了 一个理想的电流表 内阻应该要0 也就越小越好 这样才不会造成误差 理想电流表 内阻要为0 内阻要为0欧姆 你看第二题 它的一个内阻是10欧姆 对比100欧姆 内阻是100欧姆 第二题的内阻是100欧姆 它的一个负载效应 是1.963% 当我内阻越高 来到500欧姆的时候 它的一个负载效应 拉到了9.092% 所以内阻越高 你这个负载效应 也就误差的一个比例 就越大 所以理想电流表 内阻为0 好 那所以这个题目呢 它是比较偏实习的问题 不要偏实习的问题 不是我们一般 在基本电学的课本里面 会看得到了一些原理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考试实习 这也是比较 在初题比例上 比较少看到的一个题目 那稍微去留意一下 这个负载效应该怎么去做讨论 该怎么去做分析 负载效应就是 实际的量测值 减掉原电路的实际值 这是实际的量测值 然后减掉原电路的电流值 然后再处理原电路的值 这就是你的负载效应了 好 那这就是第一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呢 这也是108年 它给原基考了 它说 试求图A电路中流过20欧亩 电阻的电流 它要算这个20欧亩的电流 然后图V 要你算 这个电流源上的电压 V 那我们就主题来讨论一下吧 我们来看图A的部分 图A的部分 它要去算这个25亩上的电流 是多少 它要算25亩上 它要去算这个25亩上的电流 I 25亩 是多少 那如果我可以知道 25亩上的电压 那除以25亩 是不是就25亩上的电流 25亩上的电压呢 是这两端的压差 V20亩 好 那你现在从这两点 往右边看过去的话 你应该不难发现 这里全部都是形成一个并年的结构吧 这里是一个5串 2 然后再并25 然后再并上这两颗电阻 20跟10 所以你要算了这20欧亩上的电压 就这两端的电压 那就做一个简单的分压 就可以得到了 简单的分压 V 20欧亩的电压 就是50伏的电压 然后给 这个1欧亩 以及我们刚串的 这一排并联的电阻 一排并联的电阻 我们先从最右边开始写起 好不好 就是5串2 5串2 然后并25 然后再并20以及10 再并20 还有10 50欧亩 50欧亩给 对 50伏给1 还有这一串并年的电阻做分压 那你要分的当然是这一串并年的电阻 5串2 5串2 然后并25 然后再并20 然后再并10 所以你就把它算出来 这算出来的电压 这数字不是很漂亮 算出来是933 分之3 5 0 0 伏特 3500 伏特 这就20欧亩上的电压 那你现在可以算20欧亩上的电流了 20欧亩上的电流 那就是25欧亩上的电压 然后去除以20欧亩的电阻 所以 把它带进来 你的电压 是不是933 分之3 5 0 0 0 然后除以20 那你就可以得到 933 分之175 安培的电流 这就是答案 所以考虑只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并联的概念 并联分之上的电压都一样 然后接下来是分压 然后接下来是欧亩定理的问题而已 好 这是第一题图A的部分 这是在图A的部分 这第二题图A的答案 然后接下来图V 它要我们算这个 电流源上的电压V是多少 我们不可能在电流源上求电压 电流源上的电压是外电路决定的 所以我们要从外电路上来讨论这个电压是多少 那这外电路 你觉得最麻烦的应该是目前这一个部分 应该是在20 10还有5所构成的这个部分 让你没办法去做下手 因为这个地方 你看不出来它的一个窜并年的架构 你看不出来它的窜并年的架构 那我们就要动一个手脚 我们把它Y转三角形就好了 把它Y转三角形 把这个Y 内部的这个Y 转成三角形 那我们说这里叫R1好了 这里叫R2 这里叫R3 转后的电路在下面 转后的电路在下面 那我们先把这三颗电阻各自给算出来 这三颗电阻 R1 你现在Y转三角形 R1一走出来碰到是20跟10 所以就20加10 然后再加20乘以10 除以对面的这颗电阻5欧姆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的 你就可以得到 R1是70欧姆 然后R2呢 R2在这 走出来是遇到20跟5 所以就20加5 然后再加20乘以5 除以对面的电阻10欧姆 对面的电阻10欧姆 那你就可以得到35欧姆的电阻 然后接下来换R3 R3 R3一走出来遇到是5跟10 所以就5加10 然后再加5乘以10 然后除以对面电阻20欧姆 所以你会得到17.5 欧姆的电阻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中间20、10还有5 这三颗所构成的Y 组成 改成 由R1、R2、R3 所构成的这个三小型 注意哦 你的阶角不可以乱掉 你的阶角不可以换掉 要在圆阶角上 好 那换得到的电路就在这里了 那因此我们应该 可以很快的来做 讨论 电压怎么算 如果能够算出电流源 往右边看过去的总电阻RT 那由总电阻乘上总电流 你就会有总电药了 那总电阻现在这边 应该不能看出来 你的28跟R1是并联的 然后105跟R3是并联的 并联完之后 这两个再串联 串联完之后再去并了 R2这个电阻 所以我们把总电阻 给算出来 RT RT呢 上头的就是28 并R1 然后再串右边这个地方 R3并103 对不起 105 R3并105 R3并105 完了之后 再跟这个R2去做并联 完了之后 再跟R2去并联 那你算出来 你把R1 R2 R3给带进来 你算出来会得到 17 0.5 Om的电阻 所以这个时候的V 就是 对吧 你要的V 就电流源上的电压 那就电流源 乘上总电阻 就是2A 乘上RT 总电阻 那你就可以得到35V 这就是答案 这就是答案 所以这两题考试的重点呢 这两题考试的重点 来我们回来这里写好了 重点 我们整体来讲 好不好 他都考了欧姆定理 考了欧姆定理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定理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定理 欧姆定理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当然考了一个并联的概念 在图A这里 在图A这边 你要知道 并联分子上的电压都一样 那所以当我要去找 这两端的电压的时候 那这两端的电压总电阻 就是把这里全部并联起来 所以是并联分子 电压均相同 并联分子上的电压 均相同 第三个 就考了分压的概念 这个题目 全部在考基本概念 把好多的基本概念 全部融错在一个题目里面来考你 分压定理 当然川边的计算就不写了 川边的计算 这是每一个电路 你一定都会用得到 那我们就不去写它 那在图B这里 所以就做了一个 歪转三角的问题 所以这个题目就两个图形里面 就这两个电路里面考你的概念 大致上就这四个 那这全部都是一个基本观念题 全部都基本观念 没有特别的一个电路的分析技巧在里头 并没有 顶多就是图B的这一个 它做了一个歪三角形的互换 你要去做这个动作 你在电路上 你因为看不出串并连的架构 所以你要去做一个转换 转换成便你能够看得懂的 能够去做分析的 所谓看得懂的 就是你能够很明确看出来 是串还是并 在这边 不论是在这一坨上面 还是在这一个部分 你都看不出来 它是串还是并 那你只要经过一个转换 你只要经过一个转换 你把歪转三角形之后 上面的并就出现了 右边的并也会出现 然后上下又是串 那问题就可以解决掉了 所以一个电路给你 最大的问题点 就在串并连是不是能够很快的 去把它给理解了 很快的去把它看出来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去下手 好 这就是这一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也是108年台铁原期考试的 它的路途所是电路 试求由史内诺法拉电容器 所试至戴维宁等效电路 要你从这一个电容两端 看进去的戴维宁等效电路 给求出来 然后他说若将此一电容器 以一电阻取代 把电容以电阻来取代 以获得最大功率转移 则此一电阻 其实电阻只会多少 此电阻器所得到最大功率 又是多少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 最大功率转移的题目 考最大功率转移 一定会跟戴维宁或诺顿 会有所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把这个电容换成 我们先稍微讲一下 当我把这个电容换成电阻之后 这个电阻的电阻值 如果能够等同于 这两端看进去的戴维宁等效电阻时 你就会有最大功率发生 那最大功率 我们再去把它给求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 来我们先来求戴维宁的部分 戴维宁等效电阻 我现在要 从电容这两端 看进去 所以电容我就把它拔掉 然后这两端就开路了 这两端的开路电压 就会是戴维宁电压 从这里看进去的电阻 也就是所谓的戴维宁等效电阻 好 来 那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算 戴维宁等效电压 VTH 求VTH 求戴维宁等效电压 我把电阻化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把电容拿掉 这是电阻 这是3K 然后这电压 电压这里是2V 这里是4K 电容拿掉这里就开路掉了 这是5K 那这个开路端的电压 就是戴维宁电压 VTH 好 那我们知道 跟电压原并连元件 你在分析的时候 都可以拿掉了 这个1K串3K 刚好跟这个2V是并连的 在分析上 这个1K跟3K 不用去理它 因为1K串3K上的电压 就是2V 跟电压原并连元件 可以移除 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移除的 这个部分可以移除 因此你要的VTH 就是这个2V 给4K 还有5K 去做分压 分给5K的结果 那这一分压 你会得到 9分之10V 你会得到9分之10V 然后接下来是球 大运等效电阻 求RTH 求大运等效电阻 要把电关掉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电压原关掉 关电压原要短路 关掉后的电路就长上 这也是4K的部分 左边电压原关掉就短路了 当然 左边并连这个地方 1K串3K 是跟这个2V 2V并连 那当2V一短路之后 当然这个并连路径全部都短路掉了 所以这边短路就不画了 然后这边看进来 就是要找RTH的部分 然后右边还有一个5K的电阻 所以从这里看进来的电阻就叫RTH RTH就是4K并了5K RTH呢 就是4K并5K 那会得到9分之20K 9分之20K并5 那你就可以得到代理等效电路 要把它画出来哦 我们画到这边来 你要告诉他 你知道代理等效电路长怎么样 代理等效电路 从电路两端看进去的 代理等效电路 代理等效电路就是一个电压 串联一个电阻的 结构 就是所谓的代理等效电路 就是他要的 第一个部分的答案 在写计算题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 把最后这一个电路画出来 告诉出去老师说 你知道代理等效电路就长这副德性了 不要写到这边就不画了 有时候这有时候会被扣分了 有时候被扣分 在写考卷的时候 不要有被扣分的机位 所以这个部分 请你务必要稍微留意一下 该画了不要省 就把它画出来 好 那接下来他说 刚刚在前面的题目他说 若将 此一电容 以电阻来取代 就把这电容换掉 以电阻来取代 那这个电阻要多大才有最大功率转移 那最大功率又是多少 这是很标准的最大功率转移的题目 来我们画一下吧 我们刚刚讲把电容以外的电阻给代理化成一个电压串一个电阻的结构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RL给装回来 也就是我们把电容换掉 原本这两端是跨一个电容 把这电容拿掉了 改接电阻 电阻多大会有最大功率转移 当 RL 等于 RTH 也就是 9亩 RTH我们刚刚算的是 9分之20k亩 9分之20k亩时 就会有 PL MAS 会有最大功率 那最大功率又是多少 那我们就算出回路的电流就好了 对不对 也就是流过RL的电流 RL 然后平方乘上RL 就是你要的最大功率 所以最大功率 我们在这边做计算 最大功率 那就是RL的平方乘上RL 但这个时候RL 要等于RTH 那RL是这个回路的电流 那就回路的总电压 VTH 所以回路的总电阻 RTH 加 RL要变成RTH 我的平方 乘上RL要变RTH 所以你就会得到 4倍的RTH 分之 VTH 平方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给带进来 你的VTH是9分之10 平方 然后4倍的 RTH是9分之20k 9分之20k 所以你会得到最大功率是 0.139 你会得到 0.139 mini 瓦特 就这题的答案 那这个地方 最大功率转移有些同学会背 我们讲过如果你能够把一个原电路 简化成一个大为零等效电路之后 你当然你的最大功率就是 4倍的RTH分之VTH平方 当然是在考计算题我不太建议你背 不太建议你背 因为这推也不是很难啊 你背就是一行就把它写完了 那一个计算题这样写 我觉得太单薄太简短了 我希望你能够像我一样的 一个过程 把它给描述出来 那这都是一个很简单一个 功率计算的次子 然后接下来是欧姆定理的问题而已吧 你整理出来 你就会得到4倍的RTH分之VTH平方 所以 在考最大功率转移在计算题上 我会很建议你 不要一行把你背的 把它写出来 好 那所以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这个题目的重点 还是在于代文零等效 电路的一个计算 然后以及最大功率转移 所以重点 我们把它写在这边 这个题目的重点 考题的重点 第一个 就代文零等效电路 我们应该一段在 电路 在题目的一个出题一个比例的分析上 我们讲过这个 年份108年 他在考一个 在考一个 电路分析上 代文零是考非常多的一个 关键点 所以 这就是一个部分 代文零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部分 就最大功率转移 这是 我们上个讲 最大功率转移 就是代文零的应用题 最大功率转移 最大功率转移的部分 是代文零的应用题 考最大功率转移 就是在考代文零 考最大功率转移 就是在考代文零 考代文零有很大的部分 会附带着考最大功率转移 这稍微去留意一下 那这就这个题目的一个 出题的一个方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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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